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回过头来我们今天有几条有趣的新闻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龙儿好 小丸子你好 浅龙大哥你好 这些都是我们最用功的 最爱护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祝福大家 这个原地你好 那个三四清新大家好 这个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东方的明天 大家好 这个我们回到新闻上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新闻 以色列在筹拆迁费 筹什么拆迁费呢 多少钱呢 据说80亿美金 昨天呢 这个新闻报导 这个从上个月7号 巴以冲突以来 这个以色列进入这个加沙走廊以后 这个军事行动上 其实一般客观的看法都认为 不如预期那么顺利或者理想 这个无敌的这个以色列大军 开进加沙 这个受到这个哈马斯 这种所谓去中心化的 这种战斗群 不断的这种骚扰之下 其实进度还真的不如预期 而且落后蛮多 搞了这个40多天来 这个发现的战果很有限 但是呢 网上最多的都是哈马斯 传出来 集回以色列装甲车 坦克车的这些视频 这个到底里面打了什么状况 外面人也不得而知 只知道以色列的飞机 坦克每天 这个去轰炸巴萨的贫民区 然后医院 这个惨绝人寰 所以大家有人觉得说 以色列这个部队 这个改革改得非常奇特 这个由战斗兵团 现在变成拆迁大队 就武装拆迁大队 但是这个效益非常低 你如果要搞拆迁的话 应该找中国人帮忙 怎么去这么搞法 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天怒人怨 因为钱不够了 打仗要钱 所以以色列从战争以来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披露 已经借了80亿美元 而且还可能要继续借下去 这个10月9号的时候 巴尼冲突刚爆发的时候 美国人就赶快拨了60亿美元的军费 给以色列 结果这个40多天下来 60亿不够用还加了80亿 那就是140亿这个钱 这样子花实在是让人家觉得 这是什么跟什么呀 真的是 那另外一点呢 这个德国也不在那边 这个不安分 最近有一件事情在内部吵起来了 这个也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这个报导了 说这个巴尼冲突以后 这个德国内部就要不要卖给 这个台风战机 给沙特呢 又进行内部的这种争论 本来这个2018年的时候 沙特就向这个德国 这个提出购买台风战机的申请 这个金额蛮大的 听说是六七十亿美金 那这个战机呢是这样子 它的全名叫做欧洲台风战机 是由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 四个国家联合开发的 四个国家呢 拥有这部战机的 这个共同这个制裁 这个智慧财产跟专利 那任何一个国家呢 只要不愿意卖的话 这个飞机就不能出售 所以呢 18年呢 这个沙特提出来以后呢 其他国家通通统议了 意大利西班牙英国都说OK 只有英国不愿意 英国 只有德国不愿意 德国不愿意的理由呢 是说沙特在那个 跟野门 胡塞武装的战争中 这个经常去这个攻击平民 所以不能接受 不能卖给他 但这一次巴以冲突以后呢 德国内部有的人说 应该卖了吧 不卖不行 为什么呢 第一个呢 巴以冲突 德国是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 那怕得罪 这个阿拉伯世界啊 那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是沙特啊 那怎么办呢 把那个战机卖给他 表示啊 这个加强或者改善跟沙特的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旁边有个胡塞啊 胡塞这个武装最近呢 对以色列啊 对不对 也有一些啊 这个 反制的行动啊 那为了这个 借 沙特 借刀杀人 去打击 胡塞的话 干脆把这武器卖给他了 不要再犹豫了 但是德国内部还是 有很多的 反对之声啊 但到底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啊 我们帮大家继续留意下去 但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大国之间啊 其实都是讲利益的 那德国是比较特别 德国人喜欢假仁假意 什么叫假仁假意 说一套做一套啦 这个最虚伪了 为什么会那么虚伪呢 以前做了这个亏心事 太多了 所以半夜怕鬼来敲门 这就是现在德国的这种状态 慧威 利群妍 你们好 大志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 第二条新闻 这个德国啊 平衡心讲啊 万民哥觉得他这几年来啊 日子越过越迷糊 大家印象中说德国是一个 很讲究秩序 规律 法治 然后很有效率的国家 但是不晓得怎么搞的 这个人啊 碰到小事情了 你看他很淡定很理智 那不重要 最重要碰到大事情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啊 这个最近德国有个新闻 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德国经济也不好 跟周边的地缘政治关系呢 处理的也不是那么样的理想啊 这个经济呢 还出现了负成长啊 在G7国家中呢 算是表现最弱的 可能日本人表现得比 这个德国还弱了啊 因为日本人除了经济衰退以外呢 日币日元也贬值得很凶 那德国呢 因为有欧盟欧元体的原因啊 虽然经济不好 但是这个汇率方面 还没有蒙受什么重大的损失啊 就是塔利班 阿富汗的塔利班啊 阿富汗的执政当局啊 现在是塔利班啊 这个政治团体来这个主导国家 来治理国家 那塔利班呢 有一个食品跟药物的主管 这个部长啊 最近呢 到了德国啊 参加一个土耳其人啊 组成了一个穆斯林团体的公开会议啊 会议中呢 哎呀还跟欧盟国家各国的这个重要相关啊 主管卫生啊或者药品方面的官员呢合照啊 这张照片呢就是这一次塔利班啊 的这个食品跟药物的主管呢 叫欧马尔啊 在开会的时候 跟荷兰卫生部长啊 合照的照片 这个新闻一爆来以后 哇引起轩然大波啊 为什么呢 因为欧盟现在还把阿富汗的执政党啊 执政党啊 视为恐怖团体啊 塔利班是恐怖组织啊 塔利班是恐怖组织啊 这个侵害妇女儿童人权啊 所以呢拒绝跟他往来啊 那 这个塔利班的啊 这个食品跟药物的这个主管 欧马尔呢 他辞得申根签证啊 就那个 这个如入无人之际啊 在欧洲国家各地去那边流窜啊 开会啊 这个出席公开的会议 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结果这个事情被媒体爆出来以后 哇 德国外交部长啊 这个出面谴责塔利班 没有经过 安欧洲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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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巴勒斯坦人吗 残杀这个儿童妇女吗 因为一万多人啊 这个被杀 其中有六成以上 都是儿童妇女 那 那这个话 德国人怎么讲呢 德国人这个时候不讲话了 就无言以对 所以人不要做亏心事 人一做了亏心事以后啊 就为了掩盖自己啊 过去犯了错误啊 会不断的 用虚假的或虚伪的方式呢 去欺骗世人 那骗久了以后 大家都看穿了 看出你的这个马 露出你的马脚来了啊 那所以呢 处理这个 异族 异宗教 异国的关系的话 还是要效法一下中国啊 昨天呢 这个 阿拉伯联盟的外长 跟这个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外长 一起到中国来 为什么呢 这个 到我们这边来是希望啊 争取解决巴以冲突的 这个和平方案 就是促进啊 这个加沙地区的 这个停火和谈啊 这个释放人职啊 根据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啊 哈马斯的官方啊 已经透露讯息说 巴以之间的冲突跟谈判啊 已经达成释放人职 跟停火的协议啊 即将达成了 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我们也不是 也没办法 我们也不是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主管的官员 或者参与其中的人啊 也没办法得到第一手的这个消息 但是呢 这是片面的二手或者新闻的消息 提出来跟大家 这个 分享啊 但不管怎么样讲 你都可以看出来啊 大家都是喜欢和平的 都不喜欢战争的啊 会造成战争的原因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一些无聊的政客 在那边搞的啊 这个老邱 感谢你啊 这个盛长啊 谢谢你送出的爱心啊 谢谢你的鼓励啊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三条新闻 这个人啊 最怕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怕输啊 什么叫怕输呢 外面就跟大家啊 看这条新闻啊 这条新闻是美国这两天啊 这个报道的比较多的啊 就是美国啊 的情报官员担心啊 可能会超越NASA 就是美国航天局的啊 这个在太空方面的竞赛 这个让美国感到非常的忧虑 那这主要是指什么呢 主要是指啊 这个中国跟美国啊 在登月计划方面的 这个推动的情况啊 前两天呢 新舰第二次发射呢 结果呢 又不太理想啊 虽然收集了很多数据啊 但是呢 还是没有成功啊 这个时候呢 NASA 美国航天局非常紧张 为什么呢 美国计划2026年的时候要重返月球 那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看现在看起来啊 随着啊 新舰啊 这个已经连续的这个发射失败了 感觉上很难如期完成了 那中国呢 所提出来的时间表呢 是2030年啊 完成人类登月 那感觉上这个 按照计划差了四年 但是美国人担心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中国在推动 所有的航天计划的时候 几乎都是超进度啊 我比如说要用十年 结果用了九年半完成了 我本来说是2020年要完成的 结果2019年就完成了啊 那美国刚好相反 美国在推动 现在这个航天计划的时候啊 总是延期 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如期的完成 那这样下去的话 你怎么得了啊 如果由2030年变成2029年 那由2026年 一言三言三言的话 那真的说不定就会被中国 outpacing 被中国给超越了 这现在美国很担心的事情 我看这个美国的情报单位啊 每天跟这个白宫做报告 都把这个事情三不五十的 拿出来说 这个要想出办法来解决 但是没有办法呀 这个NASA 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啊 他已经没有执行大型航空 或者航天计划的能力了 只能把过去啊 土星5号 那剩下来的物资啊 拿来发射几颗运栽火箭啊 进行一些测试啊 那真正的情况之下 它包给民间 那包给民间啊 你现在看起来啊 不管是维珍啊 这个蓝色起源啊 或者太空探索啊 好像只有太空探索啊 还有那么一点本事啊 就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啊 那其他的都靠不住啊 所以呢 美国NASA就把所有的希望啊 都放在SpaceX 马斯克的身上 所以这个就是犯难的地方啊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老拜啊 很讨厌 现在我不能讲拜登了 我就讲老拜了啊 这个那天 这个有粉丝啊 跟我建议的啊 这个说啊 以后不要讲那个 插灯了 就讲老拜啊 他跟那个宾拉登一样 后面都是灯了啊 这个老拜呢 虽然很讨厌马斯克 但也不敢彻底跟他翻脸啊 你跟他翻脸的话 那新链计划就没办法支援乌克兰啊 那跟他翻脸的话 那美国的登月计划可能没细唱啊 所以怎么办呢 在那边纠结 所以万民哥常常觉得啊 这个在比赛的时候 最怕有个有个情绪出现 什么情绪出现 怕输了 怕输的情绪出现 你不管是运动员赛跑啊 或者呢 这个大家做这个学业方面的竞赛啊 一旦有怕输的情绪出来了以后啊 那你就输定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人生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不要老是跟人家去做攀比啊 你可以把别人的成就 或者别人的努力啊 当做自己 学习效法的对象啊 但是不要有输赢的心理啊 那一旦呢 有了这个心理以后 就会形成什么 输不起的情况 现在美国啊 跟中国啊 跟东方大国在搞太空 这个竞赛的时候啊 就有一种那种输不起的情况啊 怕输了呢 就丢掉了美国的霸权啊 怕输的话 人家瞧不上你啊 就这个样子 怕输的话 从此对不对啊 就被中国啊 或者被其他国家 一路压着打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啊 那还不只是美国的情报单位啊 我们看这个美国这个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啊 他说呢 这个中国啊 可能打败美国啊 在back to the moon 就重返欲求 这个任务上面吗 It's possible 那是可能的啊 他访问了很多人啊 包括了SpaceX的副总裁啊 还有很多这种航天科技的专家啊 那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非常非常 这个重要的任务啊 除了重返地球以外呢 还有呢 在这个太空 月球上面呢 建立啊 这个 所谓的这个 permanent facility 就是永久的这种设备 跟这种 这种月球基地 那这个任务啊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大了啊 但是从美国这个专家 NASA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似乎啊 这个危机啊 逐渐啊 或者这个担心的事情呢 逐渐成为现实 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啊 怕什么就来什么啊 这个万民哥啊 这个前两年看了一个 这个新闻啊 觉得蛮有意思的啊 这个可以感觉得出来啊 中国在搞航天事业方面 这几年那么快啊 不是蒙着头啊 国家使命的投入啊 就可以获得那么大的这个成就啊 其实是这个 这个政府跟民间啊 共同努力的结果啊 跟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新闻啊 外媒哥觉得大家可以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啊 这个讨论互动一下子啊 这个 Wii主计快 谢谢啊 这个私有女生 哇 真的很自由啊 这个感谢大家 这个前两天啊 这个哈工大 哈工大提出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呢 就是中国在2036年以后 最终是到2050年呢 在月球要建立一个永久基地的 一个方案 他这个方案很奇特啊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在派这个探月这个车 应该是讲这个在地球进行勘探 那这个勘探的方式 当然有仪器勘探啊 登月车的勘探 勘探什么呢 月球溶洞 这个人类的地球上有很多溶洞 溶洞大家都知道 就是过去啊 火山活动啊 这个岩浆在地里头啊 流窜 所形成的这些洞穴 这个在就是先找出这个月球的溶洞 找到以后呢 标定地位 找到一个 那溶洞一定很多啊 你要找出四合的溶洞 四合的地点 现在大家都认为呢 要将来人类要这个 登月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的话 一定在月球南极啊 因为那边最有可能出现水啊 有了水 很多事情都很好办了啊 那找到这个溶洞以后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溶洞上面啊 去建立月球的这种永久的基地啊 怎么个建立法 这很重要的啊 第一个呢 派一个绕月的航天站啊 带了一个砖地炸弹 把这个溶洞给炸开 炸开以后呢 再派登月的核心舱啊 我们看这个图的下面 有一个啊 三角箭头的这个核心舱呢 降落在这个溶洞上面啊 把所有啊 要在地球啊 这个建立人类居住点 所需要的设施呢 搬到这个溶洞里头 然后呢进行封闭啊 最后呢就形成了月球基地啊 这是最简单啊 最有效率的一种方法啊 用砖地弹啊 炸一个洞啊 作为居住的这个空间 那美国人呢 他有提出他的这种 在月球建立啊 永久基地的方法啊 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派登月器 登陆月球以后呢 然后派遣大量的机器人啊 或者无人工作设备啊 到这个月球表面 干嘛呢 利用月球上面的土壤啊 去做砖头 去做砖头啊 比如高压高温的方式呢 把它做成硬邦邦的砖头 然后用这个砖头呢 在月球上面呢 这个进行堆砌 形成了这个建筑物 可以作为人类 在月球基地的定居点 这个大家比较一下子以后啊 发觉啊 好像啊 中国这个计划 似乎更有可行性 效率更高 你想想看 你要派那么多机器人 挖那个土 然后进行那个 土壤的这种筛选啊 然后把它压成砖 这个砖头 再一块块的堆起来啊 哎 这个东西很麻烦的 那个建筑盖好以后呢 对不对 还要上面附土啊 附土大家看 这个就是美国登月站的面貌啊 这个建筑盖好上面要附土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太空里头啊 有很多陨石啊 飞来飞去啊 他掉到地球的时候啊 因为有大气层摩擦的原因啊 大多数的陨石啊 落到地面的时候 已经啊 被烧掉一大部分了 所以真正掉到地上的 这个体积都很小 但是在月球就不一样了 它没有大气层啊 所以那个陨石下来啊 一定都很大颗 它唯一好处的 它的这个月球引力 可能比较小一点 速度没那么快 但是也不得了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月球基地啊 上面一定要覆盖 大量的这个土壤 月球土壤 这样才可以保护它 但是你如果用溶洞的话 那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啊 只要在溶洞口呢 有一些简单的建筑设施呢 主要是干嘛 主要是这个通信设施 你不能在地 在月球的那个溶洞里头 你要在溶洞上面 出入口这个地方呢 建立这个所谓月球设施 那还有一种就是 你要在月球上种菜 种菜要有光嘛 你在溶洞里头 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你可能要在这个溶洞上面 搭设这个 种菜的这个所谓光棚 那才有可能 种出你所要的东西 那不管怎么样讲 两相对照 大家会发觉 好像中国这个方式呢 更有那个可行性 这个提出来啦 跟大家去分享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了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科技的探索啊 就要不断的 这个利用人类的脑力激荡 有新的这种创意 才能找出更好 更有效的方法 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 所以有人说 做那个光刻机 比登月还难 你看看 登月难还是做光刻机难 当然登月难嘛 这是一个多大 多庞大的系统工程啊 这个不是一般的私人公司啊 或者一般的国家 所可以完成的啊 那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啊 这几天特别热闹的一条新闻 就是微软转投资的那个 那个OpenAI啊 全球最大啊 这个技术最先进 深层技术啊 对不对 最完备的那家人工智能公司啊 出现了重大的人事纠纷了 就是上个礼拜 这个OpenAI的董事啊 董事会通过了 把原来的董事长跟执行长给开了 这个董事长呢 叫做Grey布鲁克曼 Grey布鲁克曼 那这个执行长呢 叫做Sam Atman 这两个曼 这两个曼呢 都被OpenAI给开了 那开的主导人是谁呢 主导人呢是OpenAI的董事兼首席科学家 这个伊尔雅苏斯克维 伊尔雅苏斯克维 听说是个挪威人 那名字真难念啊 伊尔雅苏斯克维 把他们开了以后呢 他又找了一个Sam Atman的同学 这个人呢 也非常有名叫做Yami-特谢尔 来担任CEO 这个事情 如果呢 这个一般的公司 董事长也好 CEO也好 被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偏偏呢 他是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 这个人工智能公司呢 从崛起呢 到这个成为气候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也熬了十几年 所以呢 原来的总裁呢 跟CEO就是这个Sam Atman 这是这个人事风暴核心的 这个领导人呢 这个备受员工的这种爱戴 所以呢 一旦开除以后 就掀起轩然大波 不但整个人工智能界 这个公司内部啊 大家 对不对 都群情愤慨 特别是OpenAI的这些投资人 那投资人是哪些呢 最大的就是微软 那所以你就觉得 这个事情呢 就非常的事有蹊跷 非常的耐人寻味 还有很多投资人都出面 觉得这个董事会做的事情 太糊涂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干呢 对不对 那董事会说他这么做 有他的道理啊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 各个公司啊 为了失败 都在疯狂的扩充军备 就是买那个GPU 强化自己的算力 然后呢 提高自己 在人工智能 各方面的这种生成能力 那往往忽略了安全 所以呢 这个一押 这个苏之客维啊 在内部就曾经讲过 一个人不要因为自己的能力啊 就可以忽略一个人的品质啊 就你的 人工智能技术很强 但是你要有点社会责任感啊 你不能不顾啊 人工智能 未来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而对人类的危害 盲目的进行人工智能技术上的竞赛 跟算力的扩充 但是呢 明显的 三姆阿克曼呢 基于商业的这个利益啊 他不顾安全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苏之客维啊 决定把它给干掉 那干掉也不是他一个人讲的话 他就拿董事会去讨论 董事会就一致通过 就决定把它给开了 本来我们是这样讲 一家企业里面啊 这个最高的 这个权力单位呢 是股东大会 一年开一次两会 一次两次 那平常 最高的决策单位呢 是董事会啊 他可以每个月开 可以每个礼拜开 也可以随时是需要来开 但是呢 这个董事会 所通过的东西呢 明显的没有得到股东的认同 那这个事情呢 闹了两天 本来昨天啊 这个出现了这种 转机 转机就是什么呢 微软 决定呢 把桑姆·阿克曼 跟这个布鲁克曼 这个干脆一起 对不对 这个聘用他们 到微软那一步 帮他们成立一个 这个更 这个怎么讲 技术 这个或者更强大的团队 这个人工智能团队 让他们来领导 本来桑姆·阿克曼 他也答应了 Greybuker 克曼 他他 他也没有意见 但是呢 员工不介意 不乐意啊 员工不乐意啊 觉得你们两个人走了 那我们怎么办啊 对不对 当然有很多高管呢 他也一起带走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 但是这事情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特别特别是这个 现在 OpenAI里面 那七百五十个员工中啊 已经有七百四十三个人啊 啊 这个 共同签署了一颗联署书 要求策判 董事会 把这两个人找回来 那另外七个是什么呢 另外七个是 非美国籍的员工 就是就是在美国拿了工作 拿到美国的工作签证以后啊 到OpenAI去工作的人啊 这个人呢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统计啊 这个是过去十年啊 总共替OpenAI签发了 三十八个工作签证啊 那多数的人啊 都希望呢 对不对 这个董事会你滚蛋啊 这个就是 媒体上讲的 由公斗啊 这个形成的逼宫啊 最后的形成的划变啊 形成的划变啊 所以这个事情呢 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 那么简单啊 他这个问题的牵扯到啊 第一个呢 就人工智能的发展路线啊 到底啊 要不要考虑到社会责任 还是盲目的 以上业利益刮帅 这就出现了啊 保守路线 跟激进路线的区别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这个公司治理的问题 本来呢 董事会呢 在这个 这个股东大会 没有召开期间呢 是最高权力机构 但是董事会的决议 如果违背了员工 跟违背了投资人的 这种想法跟利益的时候 这个董事会该怎么办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 一般来讲啊 这个董事会都是由 股东大会所退出来的 但是呢 OpenAI啊 跟很多高科技公司一样 他的8名董事里面 有4名是独立董事 这个独立董事啊 他没有股权的 他没有股票的 但是呢 他可以 但是他却手握了 所有投资人的 深杀大权 那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独立董事 存在的意义啊 就非常 具有争议了 这个包括现在 那个台湾地区台积电 台积电最大的麻烦啊 就是9个董事里头 有6个是独立董事 没有台积电的股票 但是呢 他可以替台积电所有的政策呢 做拍板定案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董事会中啊 拥有这么多的独立董事 而且握着整个公司的 深杀大权 他又没有 这个股权 他做的事情 会不会违背 或者这个违背 投资人的情况 跟频率 会不会经常发生 这就很值得争议了 这就扯到 公司治理的问题 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劳资纠纷的问题 劳资之间关系的问题 到底是投资人的利益重要呢 还是公司里面 员工的想法重要 这个也是一个 值得这个大家探讨的问题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OpenAI这个事件 爆发至今 其实还没有落幕 我说万民哥本来 昨天去讲谈这个事情 后来发觉 这个事情可能短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善聊 因为他最后落幕的这个结果 一定会影响到 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 比如大股东微软 他当然是商业利益挂帅 当年马斯克也是这个 OpenAI的创始人跟这个董事 他为什么离开OpenAI 原因之一 他就觉得其他的董事 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马斯克是希望 OpenAI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 可以变成一个这个开源机构 所有研发出来的结果呢 向所有广大的社会跟企业开放 但是明显的 这个投资人 多数投资人认为商业利益 还是非常的重要 这就形成了博弈 那有的公司看得清楚 他早就做处理了 比如说这个Meta 就是脸书Facebook 这个前段时期呢 就开始对他人工智能的部门 进行管理 他本来底下有一个 Response AI公司 他把这个公司给关掉了 关掉了 把人工智能的这个团队呢 纳入到公司来 干脆呢就专心一意的 用在这个追求商业利益 不要再出现任何的这种纠葛 或者纠纷 影响到公司的发展 现在呢据说啦 阿特曼还想回Open AI 但万民哥经常在想 他回去以后 Open AI可能已经不是 以前的Open AI了 这个整个社会 整个业界 对他的看法 或者对这个Open AI 未来的发展 可能都会有一条新的思路 跟这个考虑 这个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接下来呢 午盘这个下午盘期间 马上就要这个开盘了 这个有我们的这个美丽的主持人 林宏啊 跟大志老师啊 对不对 还有我们新来的陈老师啊 跟大家一起关注下午行情的变化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谢谢大家的这种关心跟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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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